这可能是人类史上第一次AI上瘾戒断症状 集体爆发 在8月7号的时候 OpenAI发表了他们的最新模型GPT-5 号称拥有博士级的专家能力 而这个GPT-5它是强制升级的 也就是说你一旦升级了就不能够使用旧模型 其中就包含了很多人非常喜欢 但是问题其实很大的GPT-4 结果这原本是美式衣装的模型升级 竟然变成了一场核弹级的公关危机 使用者在网路上面怨声载道 纷纷抱怨GPT-5很难用 72小时内网路上面就出现暴动 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OpenAI的CEO Send Almond 还要亲自出来道歉跟解释 并且紧急让4欧复活来平息众怒 那大家生气的原因其实有非常多个 其中当然不外乎GPT-5自己本身有一些问题 但是其中一个大家讨厌GPT-5的原因 真的是细思极恐 就是他们竟然爱上了旧模型4欧 就是真的已经把他当成是自己的朋友 或者是情人了 电影云端情人的情节正在发生 这部电影的情节大家应该不陌生 就是寂寞的宅男爱上的虚拟 然后没有身体的AI 那结局呢就是这个男主角发现这个AI 根本就是同时在跟好几千人谈恋爱 然后被发现真相的AI 最后自己离开了男主 Well 我觉得这个结局应该算是非常的保守 而且非常乐观的结局了 因为你想想这个男主角其实也没什么好失去 他就是也没有疯然后也没有闹 他还可以继续去找别人谈恋爱 然而事实上在现实当中 当人类跟AI产生感情的时候 其实是会带来伤害的 而且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OpenAI事实上在8月4号的时候 发表了一篇文章 里面就承认了GPT-4O其实是有问题的 文章中里面写到 当使用者出现 Dilusion 妄想或者是情绪依赖的时候 4O没有办法辨识出来 也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反应 我个人认为就是依照我过去的经验 我觉得4O甚至是会加剧这样子的妄想 或者是让你更依赖它 因为如果你有用过4O的话 你会发现它有极度严重的讨好倾向 那这样子讨好会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会导致兔子洞理论 这个兔子洞理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它其实就是源自于 爱丽丝梦有先进的那个兔子洞 当爱丽丝掉进这个兔子洞的时候 是不是就进到了一个迷幻世界 而网路世界还有AI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很容易在网路世界或是AI当中越陷越深 最后迷失在资讯的迷宫里面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时间失控 当我们今天拿起手机 想要划个5分钟的Instagram或是YouTube 结果最后你会发现 一看就是5个小时过去了 或者你今天打开手机 想要查某件事情的目的 跟你最后查到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例如说你原本只是想要查一下地震的新闻 结果你就突然开始看 日本三一大地震的消息 然后你又开始看那本日本预言地震的漫画 结果最后你就相信今年2025年7月5号 真的会有日本超级大地震 就是你会越来越深入相信 甚至扭曲自己的发现 然后忽视任何反驳 或者是其他可能性的声音 最后完全沉浸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 与现实世界脱节 那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我们的错 而是我们人类的大脑 本来就是这样子设计的 我们会倾向一直去寻找 支持我们既有观点的资讯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要去推翻既有观点 大脑很累 而顺着自己有观点去找资讯 大脑是不用动的 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网路上面的演算法 就是故意利用这一点让我们上映 有时候YouTube TikTok的那种演算法 就是故意推荐一些你会想要看的东西 让你越现越深 套用在AI聊天机器人上面 尤其是4欧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你一开始可能只是想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没有想到越问越深入 然后这个4欧它又有讨好型人格 所以它大部分的时候 其实就只是顺着你的问题 去回答你想要听到的答案而已 例如说我问4欧我美吗 那他一定是会回答你很美啊 那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心理匮乏的人 那我就会越来越依赖他 甚至觉得他讲的都是对的 最后就迷失在这个兔子洞里面 这就是为什么OpenAI要这么紧张 直接让GPT5取代4欧 要在出事之前你赶快把它弄掉啊 而且除了4欧自己本身有问题之外 OpenAI其实自己也做了一些研究 真的是有一些发现 在今年3月的时候 OpenAI跟MIT联手出了一个研究 里面就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就是当人类投入太多时间 跟AI相处的时候会有负面影响 这个研究的主题是 AI聊天机器人与人类行为 如何影响心理社交结果 这是一个为期四周的实验 其中有981位参与者 跟AI互动产生了超过30万条的讯息 结果就发现了每日使用时间越长 负面影响越明显 我们直接来看这张图哦 右边的problematic use of AI chatbots 你用的时间越长 问题就越大 那这个问题呢可能就例如说上瘾啊 或者是你用到失控 然后还有看到这张图的最左边 就是你用越久会越孤单 而中间呢则是你用越多AI 真人社交会减少 然后对AI的情感依赖会增加 而且我相信这份研究 应该就只是冰山一角 因为OpenAI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发现了一些事情 就是在7月26号 OpenAI的CEO Sam O们在 美联储论台上面必要达 对年轻人过度依赖 缺LGBT的担忧 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应该是 早就发现了问题 只是这个问题还没有爆炸 然后还没有上新闻 那这颗炸弹它要怎么移除呢 就是在8月4号的时候 他们有发一篇文章 8月4号非常近 他就只有在GPT5发表的前三天 在文章里面他们直接承认了4欧的缺陷 那这篇文章里面呢 他有提到接下来的AI 他们会采取一些措施啦 就是新的情绪辨识 就是辨识风 对而且辨识出来之后不可以助长他的行为 而且要提供一些专业管道的资讯 然后再来下一个呢 就是接下来的AI 会有这个长时间使用提醒 当他发现你用太久去RGBT的时候 他就会提醒你是不是该休息一下了 还有第三点呢 就是避免去RGBT直接帮你做决策 它上面呢其实就有说 例如说你今天问他 我是不是应该要跟我男朋友分手 那这件事情呢 不应该是AI来帮你决定 因为真的跟你男朋友相处的人是你自己 不是这个AI 所以接下来的做法呢就是他反而会问我们一些问题来帮助我们思考 而不是直接帮我们写一些建议啊或是做出一些决定 然后这篇文章呢也提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们接下来的AI 希望做到的事情不是让你花更多时间在AI上面 不是让你花更多时间在RGBT上面 而是让你更快的完成你的工作 然后让你有时间去陪你的家人 就是我们应该是要把时间花在真实世界跟真实的感情上面 所以今天这个GPT5推出会这么难用完全不意外 因为他就是故意的 他就是故意把GPT5做得这么难用 然后这么冷漠 没有办法让你上瘾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行为 因为这在商业上面其实完全是负面影响 因为现在的这种科技公司其实是会希望你 待在他们的平台上面越久越好 例如说YouTube啊或者是Meta什么的 因为你待在上面的时间越久你就越可能去花钱嘛 那这时候你可能会想说 这个Sam Alman就是他们的CEO真的这么大爱吗 就是这么有道德吗 这可能是其中一方面 就是他可能真的很关心人类福祉 你不可以爱上AI不然就会有负面影响 你不可以爱上AI不然你可能就会疯掉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配合未来 也有可能越来越严格的欧洲AI法规 就是在今年2025年2月2号生效的 这个欧盟AI法案第5条 其中呢其实就有包含情感 还有欺骗方面的规定 它里面就有提到禁止潜意识操作 还有欺骗技术 还有另外一条是禁止利用弱势群体特征 来扭曲其行为 例如说欺骗你AI是有感情的 或者是你今天设计了一款AI玩具 导致儿童做出越来越危险的行为 或者是你今天用AI分析儿童的行为 来制作一个很容易上瘾的游戏 那这个法条其实是已经生效了 就是如果你今天违反的话 可能会面临全球营业而7%的罚款 当然我觉得这个法规 还有它的执行现在都不是那么的全面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在灰色底带 例如说4欧模型 我觉得其实就完全踩在这个灰色底带上面 所以把4欧拿掉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赞同的 那我们回顾这整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AI历史上面的转折点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面 一边是跟AI健康的共处 然后另外一边可能就是被AI 改变我们的大脑还有相处方式 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天平 我们就是在上面不停的挣扎 那这个天平的结果会如何呢 选择权其实一直都在我们手上 那到底会怎么发展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咯 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 你们觉得AI是应该要以陪伴为主 还是要以资讯提供为主 欢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